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前段时间被称为演艺界最强童艳的她 更是公开了自己身穿泳装的完美背影 照片中金成林身材火辣 腰部更是毫无坠肉 而她也因极度完美的身材再度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 那么这一期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南韩动靈美魔女金成林的故事吧 1967年2月8日金成林出生于首尔 出于出色的外形21岁这一年 金成林参加了第32届韩国小姐选拔大赛 脱影而出赢得了韩国小姐冠军 后来她更凭借出众的气质 惊艳的长相以及高套的身材进入演艺圈发展 而金成林是幸运的 1991年金成林主演了她的第一部电影 谁曾见过龙之脚趾 在片中同安胜基朴跟横合作 第一次参演影片金成林就通过电影中抓人眼球的表现 获得了第29届大众电影节 和第27届百想电影节的新人女演员奖 此后金成林的新途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她先后出演了多部韩国三大台的电视剧 历史剧《王与飞》中 金成林扮演了飞飞影视一角 通过精彩的演技 她获得了KBS演技大赏优秀女演员奖 在大人史剧《名城皇后》中 金成林搭档李美颜刘东根出演 虽然在剧中金成林的戏份较少只是个配角 她却没有丝毫的抱怨 因为在她看来有戏可拍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而她也凭借令人印象深刻的演技 夺得了KBS演技大赏优秀配角奖 一支眉中金成林化身李准基的养母 她是一位口是心非的母亲 虽然很爱儿子 可表面上却装作对儿子很不好 剧中的她由于是穷苦人家 所以金成林的打扮也非常朴素 但这些却丝毫不影响她的美貌 而她与李准基母子之间的互动也十分感人 在现代剧《野王》中 金成林饰演白家的大小姐白道青 名义上她是白道勋的姐姐 可实际上她却是白道勋的亲生母亲 在真相揭开之前 金成林和饰演白道勋的郑允浩之间的姐弟互动十分自然 而这些也夺亏了她的洞灵美貌 也让观众一开始贬真的相信她们是一对姐弟 不过也因这部剧 金成林和郑允浩私下关系也很好 金成林表示 林浩是我结束电视剧拍摄后最想念的人 她不只像我的儿子 也很像我的弟弟 即使你只和她交谈一次 她都会对你敞开心胸 可虽然出道多年 演技也备受认可 金成林却从未爆红 直到遇到这部继承者门 这一年金成林搭档大热男星李敏浩出演了该剧 其中她扮演了李敏浩的生母 含其爱 儿子被流放到美国留学 只剩下自己在那个巨大的房子里 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整整三年 她不懂人情世故 是个浑身弱点的可爱女人 因为自然可爱的表演 金成林获得了SPS演技大赏女子特别演技奖 而金成林已经在剧中夺目的表现受到了关注 可就在近日 演员李敏浩却疑似传出新恋情 而她的绯闻对象 竟是曾扮演她妈妈的女演员金成林 此消息一爆出 也是纷纷惊呆了各路吃瓜网友们 据悉 金成林比李敏浩达20岁 值得一提的是 她跟李敏浩站在一起宛如姐弟一般 但婴儿人年纪相差较大 因此有很多网友并不相信 认为这传属是巧作 而且李敏浩是国民男神 如今在韩国娱乐圈也是郑丹红 她曾经交过的女朋友 也是像朴敏英和裴秀志 这些与她年龄相近的国民女星 而此次还没爆出的照片 也被指出为李敏浩与金成林之前的剧照 并不是所谓的约会照 看来这次的绯闻又是媒体的捕风捉影 虽然金成林与李敏浩的绯闻为假新闻 但在现实生活中 金成林早已成为了一枚实实在在的豪门夫人 据悉金成林的丈夫是一名证监议员 因为从政的原因所以一直非常低调 但是据透露 她丈夫的身价也是不可估计的 婚后金成林与丈夫 又有一个十分可爱的儿子 如今他们的儿子也是遗传了妈妈的优良基因 十分帅气 从合照中也可以看出 她的儿子十分阳光可爱 据悉早前有媒体曾爆出过 金成林所居住的豪宅 媒体指出 她的房子面前就是一线将近 面积更是超过200平方 内部的装修也非常豪华 对此网友们也表示十分羡慕 就在去年金成林登上了我家的熊孩子 作为特别嘉宾出演的她 一出场便吸引了人们的视线 当天神冬夜表示 金成林是隐藏的大石家 妈妈们看着金成林的身材感叹道 可是身材还是那么好啊 对此神冬夜问金成林最胖的时候 和胖到什么程度 金成林表示高中三年级的时候 是她人生最胖的体重 当时58公斤 这也一度令其他出演者惊讶不已 话说身高1米68 体重58公斤也并不是很重 所以神冬夜开玩笑说身边没有朋友吧 也是十分幽默了 不过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金成林的自律 凭借自己畜生的外形和高人气 金成林成为广告商的宠儿 她代言的产品更是受到了无数韩国民众的支持 如今的她明明已经年过半百 脸上却没有任何的皱纹 不见雀斑 白进的脸蛋仿佛嫩出水来 干净绿露的短发散发着迷人优雅的韵味 而她仿佛远离孙月一般 美貌和优雅气质一直备受大众喜爱 出道近20年 金成林获奖无数 已经成为了韩国非常有名的女演员 这不仅是因为她的动力美貌 还因为她出色的演技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小时的视频 可以点击订阅关注 喜欢谁就告诉小时角 小时前会每天给大家更新最新资讯